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我们收到粉丝发来的一个信息 令人非常的神奇 说是西数的SN5501TB 它居然把新P4偷偷的把这个缓外写住 从800兆每秒降低到400兆每秒 没有任何告知 也没有降价 只是要是这个223010WD固件的P4 它全部是这样 讲道理 西数虽然是硬盘的国际大厂 但这样偷偷降低性能时 它不是第一次干的 之前偷偷把NAS用的机械硬盘红盘 从CMR换成的性能更差 购买率更高价格更便宜的SMR 被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赔偿以后 但是后来西数不得不在官网标明 这个机械硬盘用的是CMR还是SMR 并且单独把CMR做成了HOMAN PLUS 其实它就是变相涨价 毕竟某些人口中支撑的 美国之光的 先简单说一下什么叫缓外写入 厂家一般宣传的什么 两三千兆每秒的读写 叫做连续写入 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比如SN501TB 不能超过13个G 写入小于13个G的文件 它能跑到2.2千兆每秒的速度 但是你一旦超过了以后 就会掉到800兆每秒 因为大部分人不会经常拷贝这么大的文件 而且拷贝的速度可能远没有这么快 比如说从只有五六百兆每秒的SATA固彩 或者速度更慢的机械硬盘里面去拷贝 所以说缓外写入的话 厂家基本上是不会去提的 大部分收钱广告也不会去测这个东西 但如果说你有这个需要 比如说我们经常去拷贝很大的视频素材 就很有用了 之前SN550 500G干件什么事 它的老版本P3E300X2的SN500 500G 缓外写入是达到800兆每秒的 SN550升级到了P3E300X4 官方宣传连续读写的速度都提高了 结果缓外写入反而再达到400兆每秒 让人非常不爽 好在SN5501TB缓外依然是800兆每秒 考虑到非常实惠的价格 发展也很低 故障力也极低 所以大家一直非常喜欢SN5501TB 特别是在笔记本的用户里面 虽然也不去多计较 看那SN550 500G开到车的行为 但是时代变了呀 我们新拿的SN550TB 是21年7月19日生产的 固件版本是233010WD 主控的编号没变 还是这个208210023A1 颗粒的编号变成了002031ET00 HD2的文件基准测试 缓内12G之前的写入速度是在2G上下 和原来的速度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缓外却只有400兆了 还会往下掉呢 实际上复制一个80G的电影也是一样的情况 后期的写入速度大概在360-390Mbps波动 相比老版本的SN550 缓外速度直接砍半 我们也尝试了一下更新固件 发现官网不提供固态硬盘的固件下载 用悉数自己的软件只会提示 你这个是最新版本的固件 后来网友提供了一个老版本的SN550的211-210固件 我们尝试去手动更新固件提示 更新失败 那我们把名字改成233010试试看能不能骗过去 结果还是不能刷 也许是不能往回刷吧 我们再问了问其他手里有SN550的网友 他能不能去更新 那如果是这个211070的更老版本的固件 软件会提示你更新 更新完的版本是211-210 再检查更新的话就没有了 软件提示211-210就是这个最新的固件 说明新的233010这个固件 并不会提供一些老的SN550使用 新的SN550也不能刷老的211开头的固件 可见两者的固件是并不通用的 那这就非常有意思的 两个产品都叫SN5501TB 那细数的自己软载里面认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211开头和23开头的固件互相不认 我试不求理由去怀疑 西数在SN550的硬件层面去做了改动 主控没变 那是不是有别的地方呢 因为西数新出的绿盘SN350 它用的主控和SN550是一样的 两个盘价格比较接近 但是性能差的比较多 所以西数就把蓝盘的性能给去浆一浆 就像开头提到的 西数之前把NAS的红盘敲到从CMR换成的SMR一样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反对厂家修改产品以降低成本 你改了产品请你告知消费者 该降价的就降价了 一个国际大厂刚给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 又不学好是不是 当然目前我还没法确定这个非大陆地区的情况 如果有海外的粉丝欢迎留言提供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那最后肯定有小伙伴问 西数这么恶心 我不买西数行不行 这里我们批评厂家归批评厂家 还是要理性客观说几句 其一这个缩水其实大部分人确实用不到 所以已经买到消费者也不要过分的担心 但是还是要狠狠的去批评西数 美国那边消费者之前红盘都能每个人赔上个鸡尾鸡 国内会不会有人去推动一下呢 每个人赔个50块钱不过分吧 毕竟这个SN550的出货量可比红盘机械要多多了 其二这个价位确实可贴待的产品不多 要么是性能太差了要么是太贵了 SN550TP作为这中端的NVMe 实际的购买价格是6开头 37只有高端的970 EVU PLUS和对应的OEM产品 PM981A要9开头甚至要过千了 980不带PRO也要8开头了 便宜的精致度A2000性能又太烂了点 美光的什么PLP5 几个月前其实就有厂家找我做过评测 因为盘性能实在太差加发热太大了 那个固态的主控直接干到100度 最后甲方实在是无法接受单子就黄了 就有很多人喊的什么国货之光 反正我是持观望的态度 那个价格也没太大优势 发展还大 故障率什么的还要观望看一看 所以说你要么加点钱 直接上SN750或者上三星的 要就错过游泳 非常的无奈 我想这样的话才是西数敢于这么干的理由吧 一边骂一边还没什么办法 之前西数的三倍运费的程式快招售后已经够差了 年初的时候还直接说 顾他要等几个月才可以售后 现在又搞这个 唉 也难怪热插科技的邵总只能找一些人去搞擦边球营销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实际上非常气愤的一个行为 好好一个盘非要自己做死 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西数的这个行为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的YouTuber 你们点赞的订阅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点更多电脑机组码可以公众 微信公众号潮玩客cd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给了个淘宝电脑 潮玩过头数码或者淘宝刷品潮玩客 这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大家再见 拜拜